半夜三點多住戶都還在睡夢中 但在民宅門口卻突然出現一名男子 偷偷摸摸赤腳走進屋內 怕會被發現每一步都慢慢的走 先在客廳返鄉倒櫃 接著居然大膽的 溜進住戶睡覺的房間 偷了一個包包 而他為了看清楚還打開客廳的燈 得手將近兩萬元現金才終於離開 屋主一早起床發現有人闖入偷竊 立刻報警 事情就發生在上個月26號 凌晨三點多花蓮市中原路 一處兩層樓的民宅 屋主在這邊住了十幾年 第一次遇到小偷闖入 來到現場屋主裝飾的門窗 是舊式的沙門鋁窗 通常有內外兩層 外層是沙門 內層是玻璃門 不容易被小偷闖入 不過當晚屋主為了保持通風 沒有關內層的玻璃門 才讓小偷有機可乘 本來應該有紗窗有沒有 然後他全部給他割開 然後所以那時候大家都在睡覺就對了 對啊 昨天他他起來要找眼鏡找不到 結果眼鏡在這裡 警方獲報後鎖定一名住在吉安鄉的四十五歲 戴姓男子 在這個月六號一早 十搜索票到他的住家 他坦承犯案 不過得手的現金早就被花光光 警方還在現場發現毒品 不僅偷竊被抓到 還被逮到吸食毒品 通通以送法辦 鐵別新聞 高志龍 陳家彤 花蓮採訪報導